5 4 3 2 1 放进直径将近三米的大油锅滋滋油炸 日本北海道后则布丁制作了超大型的可乐饼 他们将当地盛产的马铃薯 肉泥还有洋葱混合 制成重约250公斤的馅料 搭配其他的配料在裹上面衣 放入这高达170度的油中炸至黄和色 成功打破世界纪录 台下观众拍手叫好 这份可乐饼大约为1300人份 在认证过后之后 可乐饼也现切给观众品尝 共享喜悦